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 五七年 当时是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和我姐姐一样 姐姐比我大三岁 1962年 去罗马尼亚 1979年 回到北京 学士协会 在北京 语言 语言大学 读学士 1990年 在北京语言大学 现代汉语 其实对古文 两个文言文还是非常兴趣的 我觉得当时 呃 话说的很短 但是一刻的声音 而且非常好听 一说好像不得不 还得咬我这样说话 无一乐乎 哈哈哈哈 嗅觉呢 在人所有感官中呢 我觉得呢 是最重要的 每个国家呢 每个地方自己的气味 就是凭嗅觉 出机场以后 在街上走 会感到自己的气味 比方说 呃 冬天北京烧梅 那个烧梅的气味呢 都都很飞 现在没有烧梅的气味 呃 呃 有花 有花的味儿 另外呢 有那个青春的味儿 就是另外呢 好像 是 成熟的 现代化的城市的 你 你知道怎么知道一个城市好不好 我说这个很简单 你不要去看它的数字 或者人口多少 或者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要上街 看一看 走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去看一看 感觉感觉 你知道这个城市好不好 看人的脸 人的脸 它是不是 微笑 是不是 就是 安详 是很高兴啊 还是绑着脸 呃 看看周围那个 道路干净不干净啊 看看那个 呃 道路和 呃 这个走道 这个接触的地方呢 做得好不好 整齐不整齐 那个绿化程度是怎么样的 呃 那个公共场所 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 那个场所做得很好 那你愿意留在呢 还是呢 绝对没意思想回家 我觉得北京在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成熟的 成熟的这个 管理 管理方面的成熟的话 到夏天 到天气好的时候呢 到天气好的时候呢 居民呢 会到外面去 兜兜兜啊 和黄约见见面 嗯 喝喝酒啊 吃吃吃看 欢乐 欢乐 不要待在家里 外人很多啊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都市啊 因为很多外人都长期在北京 都和北京搭情一片 我知道有好多人 他们说我终身在北京 就是我罗马亚人 我终身在北京 我不再离去了 他 又会永远留在北京 他们全家就在北京 因为北京就符合 他们的内心的世界 大成一片 觉得很舒服 你们看 大家都在拍摄嘛 哈哈 这就说明问题啊 多漂亮啊 好不好 好